大家好 在阳台或者是楼顶栽培一些盆栽的辣椒 当这个辣椒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我们就要给它进行修剪 具体怎么修剪呢 我们主要是分为两目修剪 第一步修剪底部的叶子 因为顶端的枝叶已经长得非常茂盛了 会遮挡一些光照 底部的叶子小光照照射不到 无法起到光好作用 会白白的消耗养分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叶子修剪掉 这样更有利于把养分更集中的提供给上端的枝叶 长得更加旺盛 大概是15公分高就可以了 第二个修剪就是打顶 长到一定高度30公分左右 我们就要给它进行打顶 目的就是修进这颗辣椒 长出更多的分支 这样分支越多 其他丘的辣椒再会更多 最后就是养分了 这个辣椒长得这么健壮 离不开养分 我们上盆的时候放一些发酵服说好的养分 有机肥 在平时养护过程中我们可以作为埋肥 在花盆的边缘埋上一些 先挖一个小坑 然后埋上一些有机肥就可以了 有机肥可以增加土壤的腹肌质和有机质 和大领角元素 一可以增强土壤的白雪透气 同时也能满足这个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 最后我们也摆放在阳光充足的环境下 起到光好作用 这个辣椒才能花样分化 长出更多的辣椒来 好了 再见